孟子有句话说 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佛容镇是作家古华创作的一部小说 作者把自己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 囊括浓缩紧盖说理 欲政治风云与风俗民情图画 借荣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 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 小说以湘南一个小山镇的青石板街为中心场地 以芙蓉姐勤劳发家却照着不幸的故事做影线 缝串起与这相关相连的一组人物 并由这些遭遇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组成一个小社会 通过这个小社会写走动者的大时代 小说开篇就描绘了一个秀丽的小镇 这个镇子不大三面环水风景优美 因盛开着许多漂亮的芙蓉花 故得名芙蓉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胡语音和丈夫黎贵贵 就在这个秀丽的小镇上 经营着一家米豆腐小店 天还黑着就开始做豆腐 天一亮开始摆出摊子 镇上的人们都很喜欢来吃 胡语音身上传承着小镇淳朴的名风 带客热情又因为人长得漂亮 大家称她为芙蓉姐 因此生意想不兴隆都难 镇上二流子王秋社垂涎玉音的眉毛 经常在摊子旁边转来转去 而国影食品店干部李国湘 在对街看着胡语音生意兴隆 又名艳风流 并且自己有意的梁站主任古燕山 也到胡语音的豆腐摊子吃东西 古燕山是北方人四十来岁 没有老婆 经常把碎米骨子卖给胡语音做米豆腐 算得上是胡语音的恩人 另外还有胡语音的干戈 镇上的大队党之书李满庚 以及一个怪人 名叫秦淑田 外号秦滇子 他原本是县歌舞团的编号 之前因故被化成了右派 开出回乡了 李国湘的舅舅是县委书记 他自己原本也是县商业局的人事干部 在正要被提拔为县商业局副局长时 他和有家有事的县委裁办主任的密室 不幸泄露 前途和名声因此一败涂地 后来他看上了古燕山 用紧浑身解数 也没得到古燕山的青睐 因此十分妒忌被另眼相看的胡语音 但其实古燕山对胡语音完全是出于善心 至于不理会李国湘 也是因为他之前结过婚 因为没有那方面的能力 妻子才离开了他 李国湘的舅舅也就是县委书记 来镇上视察 李国湘趁机把胡语音 李满庚 以及古燕山只为有败道德的小集团敌人 当然 这次的举报暂时没有奏效 胡语音夫妇恩爱勤劳 日夜劳作攒下了一些钱 买了二流自王秋社的地 一点一点 一天天过去 他们盖了一栋新房子 还请秦淑田在新房门口写了副对联 胡语音决定办事来捉酒席 筹谢街坊父老 他挨家挨户去请人 让大家到自己新家去吃酒 甚至联合自己不对付 但已经是社交工作组组长的李国湘 他都特意去了一趟 李国湘开口倒是客客气气的 连声 好的好的 他答应着 还说工作组新来 运动还没有展开 吃起酒不好去 怕违反社交工作队员的纪律 到时日后一定到新楼屋去看看 坐坐 吃吃家闲 李国湘来到胡语音的新家参观 表面十分和气 私下却在搜集证据 胡语音搬家那天 镇上很多人都来喝喜 另外一边 李国湘打听到 梁湛主任古燕山 经常卖碎米骨子 给胡语音 再加上大队支书 李满庚是胡语音的干哥哥 于是李国湘直接到 胡语音的家里质问他 是不是因为米豆腐 挣了六千块钱 是不是和梁湛古燕山 有私下合作 拿到便宜米 胡语音 辩解道 不不不 那只是一些碎米 别人用来都去买喂猪的 我用来把它做成了米豆腐 李国湘说 别人喂猪目的是把猪献给国家 而你做的米豆腐 赚了钱去中饱私囊 说完就走了 胡语音留在那里 汗如雨下 镇上吃过晚饭 开披头大会 右派分子秦淑田 被救到台上交代问题 李国湘说 对于这个阶级敌人 你们恨不恨啊 这个人1957年 借搜集民歌 编写反封建的歌舞剧为名 是一个罪行严重的右派分子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这个敌人居然掌握着全阵的宣传大权 那些关于革命的标语 竟然都是出自这个右派的手笔 李国湘还把胡语音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说他两年零九个月纯收入就有6600元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于是众人一片哗然 胡语音和李满庚曾经是有一段情的 两人从小青梅竹马 长大之后更是情投意合 但李满庚家庭成问号 跟着苗红 前途一片光明 而胡语音出身很差 他的母亲出身青楼 父亲参加过青红帮 两人无论如何也算不上门当户对 更要命的是两人如果偏要在一起 李满庚就要被开除党籍 光明的前途也将毁于一旦 无奈之下 胡语音只能任李满庚做了干哥哥 入夜 胡语音把1500块钱交给李满庚 自己想着去丈夫广西亲戚家先躲一躲 但李满庚老婆发现了钱 在老婆的逼迫下 再加上他自己也害怕 便上交了胡语音给他的钱 李国湘逼迫古燕山承认他和胡语音 李满庚是一个小集团 还让他承认自己就是胡语音的肩夫 古燕山悲愤的脱下裤子自证 他在战争中受过伤 根本就不可能和女人发生关系 三个月后 在广西不被融流的胡语音回到芙蓉镇 发现干哥哥竟然为了自保举报了他 古燕山被看守 新房子也被查封了 李满庚老婆告诉他 他的丈夫贵贵 因为要杀李国湘 被抓住后枪毙了 夜里的坟场 胡语音祭奠贵贵 悲痛欲绝 秦淑田和胡语音被罚扫大街 两人朝夕相处 逐渐有了感情 胡语音生病 秦淑田悉心照顾 对他说 天一亮 鬼就出不来了 胡语音给秦淑田做了米豆腐 他俩的心走在了一起 胡语音去贵贵坟前祭拜 说了心事 回去后敞开心扉 接纳了秦淑田 爱情温暖了芙蓉镇 连扫地都是浪漫的原舞曲 但两人是非法同居 而且胡语音还还了孩子 秦淑田高兴地向组织写申请结婚的认罪书 王秋社在对秦淑田嫉妒的同时 又充满失控的气氛 让人写了副白对子 两个狗男女 一对黑夫妻 入夜 二人关起门来 给自己办了婚礼 古燕山敲门进来 做了见证人 秦淑田找到李国湘 以李国湘乱搞男女关系为要挟 请他向个孩子伤户口 不但遭到了拒绝 还被李国湘污蔑 公开批斗判刑 大雨中 秦淑田对胡语音说 活下去 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 秦淑田被打入了偏远的大雨 几个月后 胡语音分娩时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幸好古燕山及时赶到 赶下军车去部队医院 生下了孩子 因为医生误认 也因为感激古燕山和那个帮忙的解封军 军车和医院 因为了孩子将来没有那么难 胡语音给娃娃起名 古军 小说里 孩子到了七八岁年龄 古燕山让胡语音给孩子前面 加上秦淑田的姓 秦古军 胡语音独自一人打扫情事半截 有多少个年头了 他默默扫着 不抬头 不会歇手 他有思维活动吗 他在想着念这些什么 在想着往日里秦淑田挥动竹枝扫帚时的身影 在回忆他们开心的一幕 还是在寻找秦淑田留下的足迹 1976年10月 冤案得到了平反 所有无辜的人都洗清了冤屈 秦淑田终于回到芙蓉镇 见到了胡语音 孩子也叫了爹 胡语音的米豆腐店重新开张了 生意兴隆 胡语音声音明快 迎来送往 一切 仿佛没有变过 只是 胡语音白发爬上了并边 离贵一贵 换成了同样花白头发的情书田 李满根恢复了植物 古燕山当了镇长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镇轨 王秋手发了疯 每天在街上游荡 凄凉地喊着 阶级斗争 一抓就灵 成为一个可悲可叹的 时代的尾音 值过境迁 我们无法和书中的人物感同身受 但是可以想象 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书上有句话说 无论命运如何黑暗 人还是要活下去 哪怕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因为光明终将来临 历尽苦寒 才能闻得一缕梅花香 风暴来临的时候 只懂得正直和善良的人们 就会被枪害 无论强弱 就像是树 墙头草可以随风鼓噪 而树有了根本 于是 在大风中只能折断 这不是树的错 是这字意无端的 风暴的错